好的,衔接第二集,现在是第三集啊 我们已经完成了主体的部分啊 然后就差袖子了 我们来说袖子的样式 似曾相识,因为跟我们这部分一样 如果你还不相信啊 你试一下,将它这样折过来 好,折过来之后 我们只看这一部分和它这样折过来 大家看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光看这一部分,从这到这,对不对 它俩是一样的啊 所以它的织法 大家看,找到这款作品的第一集啊 在里边你可以看到啊 底边的那个织法,我讲的非常详细啊 好,这一部分的袖子那要起多少针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啊 整个的袖子的部分 我们需要一共给它起84针 我再看一下是不是84啊 对,没错 84针是你整个袖子的针数啊 起完这84针之后 用第一集教给过大家的那个啊 底边的那个织法来完成这一部分 跟它一样呢,也是环形织啊 只是它只有一边啊 同学们,可千万别织两个这个部分啊 你看,这一边是这样的啊 它像个叶子一样 但是这边呢,它是平着的 换句话说啊 也就是,你看,从这儿到这儿 以后多少组一二三四 以后九组啊,参加了整体的这个部分的织啊 编织啊 然后还剩下多少组啊 应该是,看啊 一二三四 还剩下四组是自己直着向上直的 明白了吗 也就是我们只安排了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啊 马蹄秀的一个简针方法 同学说马蹄秀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像马蹄秀吗 如果啊,同学们对编织有研究的话啊 这个时候应该脑子立刻就转过来了 同学们先看这像一什么 鞋或者是袜子,对不对 用这个方式啊 你下边再织一个鞋底儿 这位置在织那个松紧边啊 这就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小鞋子啊 又完成了,对不对 你看,我放在这儿 所以大家一定要活学活用 好了,这八十四针按照底边的织法完成之后啊 因为它是一边织,帧数一边在减少嘛 达到这儿之后你的总织数就变成了多少 三十六针了啊 好,达到三十六针之后 我们将所有的帧数改为正针 然后环形向上直 同时注意 你要在跟这个位置减针的对应的下边这个位置 要作为减针点 袖子的减针点啊 sorry 加针点 作为袖子的加针点 在这儿环形的一边织一边加针啊 那么按照怎样的规律来加呢 我们需要每十四行加一次针一共加五次 总针数增加了十针才对 也就是说向上啊 每支十三行 第十四行 你就在这一溜的固定的位置啊 两边各加一针 这叫加一次针啊 两边各加一针 叫加一次针 明白了吗 你看 两针四针 六针 八针 十针 到这边 明白了吗 好 当你加完这五次针之后 你的这个 袖子的整体的长度啊 我们说它袖子的整体的长度 已经来到了多少 四十四厘米了啊 这四十四厘米 包括你这个十厘米的袖口的部分啊 从这儿量 它是十厘米啊 别斜着这样量啊 这是十厘米 那么这边呢 应该是三十四厘米啊 加在一起 一共是四十四 好了 然后整个袖子的环形编织部分 达到总长度四十四厘米之后 也就宣告着结束了 我们要给它改往返织了 也就是在腋下加针的这个位置 作为中间点 在它的两侧 我们要给它各减去多少 四针啊 两侧各减去四针 连前再后各减四针 加在一起 一共减去八针 对不对 好 减完这八针之后 我们要在它的两侧 均匀的减针了啊 你看 这才是真正的马蹄呢 我们要支袖子的马蹄的部分 在它两边 均匀减针 每两行减一次针 一共减十二次 也就是各一行减一针 一共减十二次 两边都这样剪啊 剪完这十二次针之后 你剩下了多少针 在这直接平收就好了啊 还有一个小窍门啊 我们的小窍门随时都有啊 有的新手啊 对最后啊 你这个袖子能否跟正身严丝合缝啊 没有那么多的自信 所以同学们在这些小细节都可以微微调 如果你的袖子多出来了 没法跟正身缝合在一起 袖子边延长了 那么你收这几针的时候稍微紧一点收 明白了吗 如果你的袖子小了啊 收的时候稍微的这位置松一点收 明白了吗 这些小细节啊 大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调节来实现一件衣服 能够完美完成啊 好 用这个方式我们将两个袖子都完成 然后再和正身缝合就完了 整件衣服完成了 是不是很有创意 并且学到了很多这样的小知识啊 刚才我还说过这个花纹可以用的很广泛 在第一集我讲过 但是啊 我就忘了给大家说 它还可以成为一个小靴子 或者是小鞋子 看啊 地板袜都可以啊 在这个季节冬天 如果你家里是地板 怕孩子啊 在上面走的话 那个脚梁啊 袜子呢 又不够 不能足够的 来起到一个保暖作用 那就织一个毛线袜子吧 用不了几两线啊 就能够给宝宝织一件 好了 今天教程讲到这儿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 一定要点一个赞给我 因为 这算是你对我的鼓励 也是用你的力量 将我留在这个平台 继续为大家工作 感谢各位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